大家好,又回到我們眸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網友好 在節目開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眸向正向曬冷氣 點贊分享和訂閱,希望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今節我們就講講 就是世界時事多合一 第一則新聞是來自美軍的 原來五角大樓亦出了一份最新的報告 就說中國以前所未有做到 製造一個非常大殺傷力的武器 其實是殺傷力的武器 但是是不是你們說得這麼可怕呢? 是搞你們呢? 以及你這份報告 我們姑且聽她說什麼 現在她在史上最快速度增加核武庫的庫存 隨著核能力的增加 中國究竟她有沒有這樣的經驗去管理呢? 那就增加全球風險 經驗管理 那你呢? 不過這樣我也是 我提醒你這件事吧 在這裡玩核的話 你就是曾經搞過你的盟友日本的 請她吃了兩隻雞蛋 其他國家有沒有像你這樣? 還說很害怕的 你會用這些嗎? 為了正義 為了中特戰爭 迫不得已 那這些無辜人士有沒有錯呢? 無辜人士有沒有錯呢? 有死嗎?有 那些是戰爭的錯 不完全是美軍的錯 你幾有能力做這個是正棍 沒錯 原來美國國防情報局 就有一份報告 就叫做2024核挑戰 當中就說中國 現在怎樣打造一個 擁有300座發射井的陸基核武庫 同時也擴大公路機動型洲際導彈 當然是洲際彈道導彈的部隊 並且進一步發展 可掛載空射導彈 這些轟炸機 可掛載空射彈道導彈的轟炸機的機隊 當然他們也說得很害怕 其實這些東西記得當時幾個星期前 美國也說我們也要 因為俄羅斯說可能要玩核 我們也要增加自己的核武庫 會不會他寫這份報告就是為了 美國佬自己要增加核武庫作為一個背書呢? 或者是一個叫理論的 evidence 一個這樣的東西 不出奇的 也可以這麼說的 因為每次你提到這些威脅 三大可能四大文能基 一定會提到的 俄羅斯、中國這些不能走 新的就是金仔和伊朗 沒錯 一定會提到這些 我要增加很大威脅 他們越來越囂張 要增加核威蝕 肯定會提到的 其實當然你說增加也不出奇 說真的 全世界花錢在軍事上最多是美國 中國多很多 是嗎? 很多很多 對 而且看回軍事排名 你依然排第一名 還有 有件事你最壞 是什麼呢? 就是台海你 那我需要增強自己 要嘛 那你增強自己 你就說到 我代表正義 我代表一切 我自己增加的時候 你是邪惡的 因為他就是叫做新邪惡 軸心 你是威脅 增加的時候你是威脅 沒錯 新邪惡核心 原來報告也說中國現在 是以歷史上最快速度擴張自己的核 力量現代化 當然他就說野心勃勃 他肯定加很多這些 可不可以這樣說加很多 很有感情的詞 這些感情是他自己的感情 他說幾乎可以肯定 不是肯定是幾乎可以肯定 就是受到 對美國 進行 持久戰略的意圖驅使才如此 就是說 因為他要跟我們搞持久戰 所以他什麼都要增加 那你有沒有增加你的東西 你是不是 都是說買什麼買什麼 弄什麼 弄什麼研究什麼 研究什麼 全部你不一樣 你的幅度更大 但是你 惡人先告狀 不過都是那句 我代表正義 我代表一切 其實五角大陸這份報告 提供到目前為止 他們說 中國在 軍力落後 領域大力追趕的最新 詳盡說明 就是說 海軍他就覺得中國是比較 強一點 他們覺得 但是 軍力落後 他就說其他東西 因為核威懾 美國是排第二 第三是中國 當然 最大的就是俄羅斯 最大的就是俄羅斯 那麼 有這麼大的美國人 他也說 這份東西其實 是呀 很搞笑 他還說明是PDF的文件 我知道 那就是 五角大樓 國防情報局 是叫做反抗散辦公室撰寫的 原來這個是國防情報局的職責 就是提供有關外國軍隊的情報 令到美國得以 預防 衝突 並且在必要時迅速果斷地打贏戰爭 那當然你們是不是現在要動手 不過 這個感覺好像是這樣的 你知道 說真的 如果他是伊拉克 可能他就動手了 你說大殺傷武器 以前洗衣粉都說是武器 對不對 這個情報部門其實 就是 要 做一件事 一直 這些東西都是Pepaganda的部分 因為在1981年他們出版了第一份 當時是他們的真正敵人 冷戰時代 蘇聯 蘇聯 蘇聯軍力報告 這份報告後來也被譯成8種 預言在世界各地 發出 這個部門的報告也說 雖然 中國官員一再否認 但是大量證據表明 但是他沒有說什麼證據 大量證據表明但是他沒有說出來 這個好笑 大量證據但是我沒有給你看 這就是說而已 是吧 是吧 亦都大量證據表明了中共的核武庫 存在大幅增加 說真的你這些爛鬼報告 第一 就是 圈掩中國威脅論 第二 就是 是不是想要多點錢 去增加你的核武庫 第三 就是為你的核武庫 擴大 提供一個所謂 基礎 基礎作出來 即是 可以這樣說我們中國人經常說出師有名 那你做這份幾事就為了出師有名去增加核武庫 我覺得是這樣 原來這份報告就說 中國現在進行歷史上最迅速的核武擴張 他們野心勃勃 五國大樓亦都說 解放軍 會運用這些能力 這些 能力 最搞事他就說雖然是這樣 但是 他們能力 是 還不成熟的 這樣 再加上中國一直忽視信息管理 所以 他們 關什麼事 信息管理 就說 缺乏對核危機的經驗和意識 不用管你說嗎 核 如果他真的對核危機是沒有 意識的話 那不用管日本那些海產品嗎 是不是 我一句 這個已經證明了他有了 當然說你去玩 玩政治 那你這份東西是不是玩政治 當然中國那些 現在不是談好了嗎 現在中國的專家不是去取養嗎 取了水 跟我們之前說 記得我們當時 第一次中國 宣佈 日本的海產品的時候 我說 讓中國的專家小組 找些信任的人 都去取養 那將來有得談的 一如所料 一如所料 拖了大半年以上 是的 過了一年了 過了一年了 排核污水也排了很多次 是的 其實在未來 幾年內 他就說 可能出現一段風險升級的時期 你有沒有整個下面那句 一段風險升級時期 所以我們有相應的政策 是不是想這樣說 他們也說 未來十年 中國 是追求增強核威懾 這個 可能 就增加了習近平的信心 以及 誤判的風險 慢著 增強了核威懾能力 你說增強信心很正常 如果你能力強了算算誤判 誤判的意思應該是 你沒有那麼大頭戴那麼大頂帽 沒有了 但是不是 你說增加了威懾能力 但是也不出奇 可能說你沒有這樣的能力 但是你以為自己很厲害 那倒轉吧 倒轉 其實其他的 西方國家也可能是 是不是 我們經常說要倒轉來看 他們經常說 記得以前 舊台不是說 是不是說 解放軍政會唱K什麼都不懂 記得嗎 說他們什麼 是 唱K什麼都不懂 不敢打仗 他沒打過你就知道 是嗎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應該很多人就不用躲去英國 是嗎 反正 用什麼害怕 你指老虎來 你們說 周阿公 19年黑暴子氣炎最囂張的時候 都沒有人敢去解放軍軍營搞事 當時 他們很害怕 其實出軍隊當然 西方當然是 想解放軍出動 因為製造第2.64的 效果出來 即是煤廳還是法界來說 這份報告也說 現在中國 是這樣的 這樣用很多方法 建造了300個導彈發射 這個井人導彈發射井 的陸基核武虎 同時也擴大了攻擊 機動洲製彈道導彈的部隊 也說 好恐怖 進一步發展了可攜帶空射 彈道導彈的光炸機隊伍 除了說中國 你剛答對了 還要說俄羅斯和朝鮮 是嗎 是嗎 現在會搭多個伊朗 是的 但是他們就說 俄羅斯和朝鮮也有擴大 核能力 但是 無疑 中國是最 值得 關注的外國對手 其實上一次 類似報告 就是在 18年那裏出來的 他就叫做全球 核武格局 他們當時就說 對比回18年 中國現在以遠遠超過之前預測的速度擴大核武虎 那就說 到了2030年 最少有1000個核彈頭 其中大部分部署在能夠 覆蓋 美國本土的系統 可以打到我們美國 相比之下 你記住 2030年 他預計才得1000個 美國知道多少個 美國有3000多個 是的 3750個 你到2030年 就算你說得那麼快 美國也會多到2000多個 2000多3000個 報告也說 但是中俄可能部署更加 在這個精密度高 能夠繞過 導彈系統的 武器的 另外 他也說中國可能發展 低當量的核彈頭 並且增加 這個是專有名詞 這個專有名詞 其實 亦是 增加戰區 射程運載系統的 儲備 比如東風26中程彈道導彈 只可以這樣說 他 煞有介事 證據就說有大量證據 證據就指大量證據 低當量是什麼意思呢 核武的當量就是指 核武的爆炸當量 即是指 核武 如果核爆炸時可以釋放的能量 通常 釋放 出來相同能量的 TNT 我們經常說TNT 大家知道是 砰砰砰砰砰砰砰 拿這個 也不可以釋放合量的 看看 當然 這份報告也有警告 他說 俄羅斯的弱點 全都暴露出來了 在澳戰爭時 請問是什麼 他又沒有說 這個好笑 他說知道了你的弱點 那你不幫那些人打了他的弱點 沒有 這麼搞笑 令我想起當時 台灣地區 他們很差勁 弱點暴露出來 用無人機打機打殘你 用裝備很差 蘇聯時代 又要跟 北韓借兵 借軍備 借炮彈 借也打贏你 這不是好笑 其實 他說 俄羅斯出兵烏克蘭 已經暴露了俄軍全部弱點 但是可能增加 莫斯科未來對核能力的依賴 其他東西很流 所以他只可以依賴核武 你別開玩笑 也是那句你這麼流 第一件事應該趕了俄軍出烏克蘭境外 趕了出境外 你那些之前比烏克蘭比較精良的武器 為何現在在莫斯科 擺戰艦給別人笑 是嗎 這些事 其實說真的 整個戰爭 倒過來說 可否也說 暴露了 你們某些武器的弱點 因為你 真的被他呼鑊了 而且不是最流的 你也要說 俄羅斯很流的話 你比他更流 起碼你比他的武器更流 我不是說他們的實力弱 你又不比最高級的那些 剛剛 原來 又說朝鮮 一個個案 也說明朝鮮很有野心 朝鮮二年已經進行了幾十次彈道 導彈的試射並且進行 無以發射 核武的演習 威脅美國和盟友 說真的 美國是威脅不了的 是怕 另外一邊 就是南韓 是不是 報告也是 2021年 金仔已經制定了五年計劃 強調發展 戰術核武的重要性 並且進一步強調發展小型核武的重要性 目前朝鮮已經展現了 生產 不和濃縮油的能力 並且進行核試驗 並且開發了新的 彈道導彈系統 國大陸說 他們說 目前 伊朗還沒有核武 但是 同意 不尋求製造或者擁有核武 不過 19年以來 伊朗 已經 超出了伊朗核協議 多行限制 你想想哪個退群才能支持你 是吧 包括 有庫存的數量和濃縮油程度 還有濃縮油的地點 還有離心機的數量 還有其他類型等等限制都已經超過了 但你看一下川普對它 這些違反協議行為 可以縮短伊朗製造核武的時間 我也是經常說這個時間問題 時間問題 好 這是第一則新聞 第二則新聞 說一說 真的想不到這個南韓 剛才說南韓 南韓大家知道它是小子化很厲害的國家 出生率 都是那四大地區差最低 南韓、日本 香港 新加坡 這四個地方經常就是 經常就是 前三出生率最低的地方 但是新加坡是很奇怪的 因為有你們這麼多 馬來西亞人去做工 其實應該都可以的 只是做工而已 所以你說日本 如果你印入很多外來義工 你的工是有人做的 但是你的數字始終上不回去 因為它不可以永久留下 你不是那麼容易移民 日本很容易移民 當然也不容易 其實一向都不容易 看看 原來南韓統計廳也公佈了最新數據 今年 九月份 記住南韓六十歲以上就業 人數首次超過其他年齡的群體 你猜不到 是成為了 就業市場主力軍 當然是九月份 但是這個趨勢 令人擔心 不單反映出 是 人口 即是高齡人口 比例上升 亦都顯示了越來越多的 韓國老人家 就是選擇 是延續職業生涯 隨著 高齡勞動力 的日益重要 其實 延長退休年齡的討論 在南韓越來越厲害 我覺得 最後 其實亞洲國家都可能走回我們西方國家的路 可能是65歲以上才能退休 我應該是68 九歲 如果是要得到退休金 今年九月 南韓六十歲以上就業人數 達到 674.9萬 比去年同期 增加了27.2萬 創下了歷史新高 對於就業人口來說 六十歲以上 記住九月份不是全年 六十歲以上 的人士 佔的比例是達到23.4% 同樣地 是歷史新高 之後 居然是五十多歲的 就是23.3% 其實他只是多於0.1% 0.1% 不過這樣看 其實最多是 不是應該這樣 正常來說 四十多歲應該是最多 其實又不是 就是21.5% 三十歲是19% 二十多歲是12.4% 一跌下 沒錯 這個趨勢 當然印度不是印度的年輕人口 很多 年輕的勞動力人口很多 而且是主流 這個現象 和高齡人口數量增加 亦顯示出 六十歲以上的群體就業率 繼續上升 這個群體就業率今年達到 7.4% 差不多一半六十歲以上的人才在做工 比去年同期升了0.4% 亦顯示了 傳統的退休年齡 六十 可能已經是 不合時 不合時 是嗎 另外 六十歲以上的人群 是積極創業的 很厲害 他 他傳統的 KG肯德基叔叔 是呀 KG肯德基叔叔好像不止六十 是嗎 是 是 是 炸雞 沒錯 今年一到七月 六十歲以上的人士 就業 是創了 8.9萬家企業 比去年 是創新 的企業 以為他們搞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3% 其他年齡層的創業數 反而是減少 這個也挺特別 不過聯合國說 六十歲 之前都是年輕人 隨著 我沒記錯是聯合國說的 反正有人說過 隨著 老年勞動力不斷擴大 延長退休年齡 這個 議題就越來越多人討論 南韓 官方亦說 原來 他們 行政安全部已經將旗下公務員退休年齡 從六十歲延到六十五歲 亦有民間團體 向政府提出 將 老年人的標準 由六十五歲 提高到 七十五歲才叫老年人 我覺得最後還是會走這條路全球一樣 這是第二則新聞 最後一則新聞 就是 食物零食 當然吃 原來 現在 專家 就是 說了 為什麼 想吃零食 很多人的慾望很高 當然有些人不吃零食 其實我也不算多 但有些人很喜歡 手袋或書包放零食 我就沒有 咬下咬下都挺過癮的 其實 通常分兩類 一 就是整天不停吃零食 另一種就是白天自律 晚上失控 這兩類行為 成因都相似 亦看看 為何會這樣 第一 就是正餐吃得太少 如果發現自己零食吃不停 可能三餐吃不夠 很多人不以為自己吃得太多 結果實際上正餐吃很少 導致 吃零食很多 正餐增加蛋白質 和 健康的 脂肪的攝取量 並且 多食 豐富 含有纖維 這些東西都是好的 當然 你是有 飽足感 不想吃東西 就降低吃零食的 欲望 第二 就是作息不規律 或者睡眠不足 都很喜歡吃零食 原來 如果你睡眠不足會增加 一個叫飢餓素的 凍細 這個 飢餓素一分比 就導致你的 食慾增加 只要一個夜晚 睡得不適合 睡得太少 飢餓素就會上升 22% 你就很想吃東西 第三 就是無聊 其實無聊的時候 可能多些人吃零食 無聊這件事包含在 看電視劇的時候 是的 是的 休閒娛樂也有 有些人 空閒 看電視 看電視就吃零食 剛才說了三個 另外有些人壓力 不自覺地一邊吃 沒錯 希望從零食當中尋求安懷 因為有些人心情不好 尤其是 含糖的食物 糖分會令到 大腦分泌多巴胺 令人有短暫的心情 愉悅 但是長期會削弱對 抗壓力的能力 所以 對策是甚麼呢 唯有壓力 跟朋友談談 或者需要一些專業的 治療 最後一個 就是習慣 有些人習慣 零食只是習慣 當然嘗試更加 健康的食品代替零食 比如用蘋果和花茶 代替餅乾 和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我反而真的很好吃 不要 如果是太甜 有一個反效果的 激烈了你就不想再吃 是 反正這些食物太多也是不好的 調整飲食和生活習慣 就可以控制你的食慣 最重要是健康 這次先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